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自己独特的声线以及过硬的实力 硬是成为了那一届学院中发展的最好的一位歌手 2016年的《大鱼空灵》的声音成为了内部电影最大的典型之笔 也终于积累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实力代表作 现如今各大影视剧的主题曲成为各个歌手真相想夺的资源 但是很多人能发现新生代的主题曲《最大承包商毛补义》周深 两个人的声音和意境截然不同 但是很多人都能够从这两个人的声音中 听到浓浓的哀伤和不可言说的故事 不过周深今年的一曲《达拉崩巴》 改变了很多人对他的固有印象 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洛天一和》《炎和》 这两位是鼎鼎有名的虚拟歌机 能把《达拉崩巴》这首歌唱出味道的人还真的不多 周深的歌员一经上线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4月底由周深演唱的《达拉崩巴》播放量已经正式破译了 但是随着周深逐渐被大家认可 他的一些搞笑金句也被人口口相传的时候 却遭遇到了质疑 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盖过了欢呼声 就是明星们最怕听到的不务正业 周深2020年算是他的爆发之年 参加的综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5个之多 作为常驻嘉宾的综艺更是达到了5个以上 质疑从此而来 周深作为一名歌手是不是太过于热爱参加综艺了呢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想到的是 不久前邓伦被骂不务正业 只知道参加综艺圈前的舆论了 虽然最后在粉丝以及网友们大部分的支持之下 他成功的摆脱了综艺咖这个名号 但是受到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电视周深和邓伦还不太一样 演员和歌手毕竟是两个群体 根据不完全统计 周深这一年的剑场加上单曲和专辑 至少达到了50首以上的成绩 加上他参加的那些综艺啊 真的是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2020年算是周深的爆发之年 质疑一个歌手为什么总是参加综艺 质疑一位艺人为什么指着到圈前 质疑一个明星为何这么搞笑 质疑一个偶像为什么有这么多粉丝无脑拥护 说句实话 不管是歌手还是明星偶像 这是一个职业 周深很热爱歌手这份职业 他曾经说过 作为一名歌手 歌比人红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只是路线不一样 你有再高深的实力 再两不起的歌喉也是需要曝光率的 既然他能够忍住疲倦 把每一份工作做到最好 那场外的我们 倒是也不需要这样的苛刻 粉丝看得开心 艺人玩得开心 也没耽误自己的正职就很好了 另外周深再获国家音乐金榜榜首 做对的自己不懈质疑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是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号召之下 全方位汇聚了听众应援 全方位汇聚了听众应援 电台播放流媒体音乐渠道 以及社交全网的数据 并以此做出的比较权威性的音乐榜单 而且他还覆盖了内地20多座城市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具备了官方的属性 所以能够入选此榜的单 也代表了一种不错的肯定 而近日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2020年第19期榜单正式揭晓 周深凭借单曲 我是你的谁 斩获冠军头衔 恭喜周深获得金榜认证 透过他轻量灵性的嗓音 搭配功能与节奏感的强烈对比的编曲 评释出了在爱情里的深刻与执着 这说明了周深的人气非常的高 大家都知道 人红帽很多事情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往往反映出来的不是问题的本身 而是反映出了我们自己心里的状态 所以别人说周深好 或者是别人说周深不好 那都是别人的判断 只有感受过周深的人才会知道周深是正面的 当然了周深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肯定也有自己的缺点 但是周深依然是最值得信任的正面一人 我依然坚持着周深个人工作室之后 周深会走得更远 人若想要跑起来那么一定会有阻力的 风大那是因为你跑得快呀 此外今年的国潮音乐嘉年华将会在国庆上线 而邀请的歌手也很多 黄明浩小鬼 周深张云雷李子婷等等众多当红歌手 并且近段时间颇受关注的气韵联盟组合 陆续公布之后的嘉宾阵容 让很多的网友都惊喜不已 也加紧时间迈入了抢票大军 而近日周深在超话发布了一条微博 提醒大家要到官方的网站去购票 而不是在黄牛那里以高额的票价购票 众所周知啊 各大明星的演唱会啊 音乐节啊等等的节目 均是粉丝们难抢到票的活动 为了见到自己喜欢的歌手 亦或者是为了感受音乐节活跃热情的氛围 大量的粉丝都会打起12分精神抢票 但是票的数量总是有限的 有人运气好能够抢得到 当然就有更多的人抢不到票啦 每次抢不到票的人都会占大多数 而这就衍生了一种叫做黄牛的职业 黄牛是专门抢票的一群人 也可能是在别人的手中买到大量的票 然后以几倍或者是几十倍的票价卖出去 无论是对于明星还是粉丝而言 对于黄牛这种职业都非常的厌恶 很多黄牛会试用一些软件 或者是其他的技能来抢大量的票 这就造就了票数变得更少 粉丝能够买到的票更少了 所以很多明星为了抵制黄牛 也经常提醒自家的粉丝 不要在飞光环渠道购票 甚至不少的粉丝自发组成了屠牛队 可见大家对于这种职业的深恶痛绝 不过抢不到票 与粉丝而言是非常遗憾的事 周深在提醒大家之后 随后就在评论区里面说了一句话 没去成的特别遗憾 我努力能走到你们那里去 华有你期待的嘉宾吗 你抢到票了吗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周深在近日 新手将道中的表现 节目正好播放到几位嘉宾们 靠科莫二这个环节 所有的结果一出来 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 平时经常犯错的周深居然一把过 而且还是满分 与此形成泄密对比的却是 优等生七位以及获尊两位 他们很遗憾的科莫二没能及格 再加上玉美人的挂科 总结下来就是手动挡出了周深以外 其余的全部都挂科 教练才叔都猛难落泪 要知道他可是驾校的金牌教练 过关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没有想到这次却栽在了几位艺人的手里 除此之外 当初的周深也是格外的被看不上眼 在学士的过程中多次被队友取消 比如说差点撞树上 再比如说莫妮考的负500 还有害怕车的小怂样 无一不被同队友的几位小伙伴们教会 如今犯错连连的周深却成了手动挡之光 不得不感叹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别看周深平时表现的不咋地 但是在关键时刻还真是给力 丝毫不会掉链子 想必教练私心里也是感谢周深的吧 要是没有周深的完美通过 手动挡可就全部阵亡了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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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